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三年前 中国政府引导鼓励年轻人创业 并且很多大城市都提供政策性优惠和减免 因此出现了一大批的科技创投公司 也出现了一股技术淘金潮 然而 今年很多科技创投公司 已经筹集不到资金了 很多年轻人正面临创业失败 这是大环境导致的 还是预示着中国经济有衰退的迹象呢 深圳金斧子在线资产管理公司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张开兴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 所有行业机构个人都缺钱 金斧子管理着超过45亿美元的资产 是科技基金竞相追逐的那类投资者 张开兴说 很多投资人现在想抽回投资PE、VC的钱 风险投资虽然只占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 并且与其他许多国家相比 中国风险投资的增速要快得多 但是该行业的筹资问题 可能反映出一种不断扩大的危机 经过多年的宽松信贷和活跃增长之后 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应对疲弱的投资和消费 以及企业和地方政府不断发生违约类事件 很多人都坚信政府有能力组织经济衰退 一旦经济出现衰退迹象 中国政府便会进行干预 就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大衰退期间那样 张开信说 中国是信仰凯恩斯主义的 如果这种情况放在美国就是衰退 但在中国政府会严重的干预它 然而由于高债务水平和美国的贸易战 政府运作的空间似乎正在缩小 前央行副行长 现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的张晓玲 上周告诉毕业生 要为全球经济和政治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 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 他在演讲中说到 做好潮水退却后的准备 是每个国家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现实 这篇演讲稿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 似乎是因为它说出了许多人的心理想法 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可能是未来发展的标志 这个行业对资金流动和资本都十分敏感 因此能为中国经济各部分的健康状况 提供一个良好的衡量标志 中国政府周一公布 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同比增长6.7% 基金为止 今年的融资情况十分的疲软 根据北京清科研究中心的数据 今年头三个月 私募股权公司和风投基金筹集到的资金 不足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二 他们的投资活动下降了近一半左右 过去当经济下挫时 投资也出现过放缓 但经济数据和行业内人士均表示 目前的放缓程度前所未有 中国很多风投基金的成立 部分是因为从2014年开始 政府鼓励创新和创业 领导人们希望初创企业能帮助 把中国从制造业大国提升为科技大国 企业银行和富人们争相的 把钱投给风投基金 投资初创企业 北京的投资银行 易凯资本首席执行官王然表示 结果我们就有了很多傻钱 和根本没有经验的管理者 中国目前的经济趋势是 投资消费放缓 政府企业违约不断增长 这将给中国带来迄今为止 最棘手的问题 东征资本的王诗东表示 他的公司2016年可以轻松获得融资 他们决定将公司设立在 中国东部城市杭州 像许多其他城市一样 为了吸引像王诗东这样的风投基金 杭州提供高效的公司注册 税务减免政策和低于市价的办公租金 他们在电商互联网生物科技和农业等领域投资了17个项目 然而只有一个项目发展的不错 其他不是失败 就是勉强存活下来 他说 风投基金环境今年完全变了 投资机构开始关注数据了 然而 并非只有像东张这样的新公司难以找到投资者 几乎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都非常难以获得资金 在政府要求改善财务状况的压力下 银行撤出了具有风险的投资 今年低迷的中国股市已经让公司和富有的投资者损失惨重 政府已经对中国境内提供大量风险投资的高风险 非正式资金来源进行了打压 易凯资本的王然表示 即使是记录良好的风投公司 要达到融资目标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他说 一些公司只好接受比原计划规模要小的资金 不仅如此 这些科技创投公司要死亡的另外一个迹象是 他们要即将上市了 就像美国一样 通常来讲 如果有足够的资金 这一类公司是不愿意上市的 然而20多家中国明星初创企业 希望在今年上市 然而 现如今高估值的公司 想要从一级市场获得募资 却越来越难了 以上是蒋洋洋为您播报的 华尔街焦点 感谢您的收看